这期视频我要介绍一个特殊的公园 在这里你将置身于大自然中去感受不同的雕塑作品 如同在一块空白的画布上做画 Ground for Sculpture于1989年在前新泽西州立展览馆的旧址上开建 1992年向公众开放 占地42一亩 现位于新泽西州中部宁静的Hamilton小镇 大地雕塑公园的创建者是著名的雕塑家慈善家Sewart Johnson 他也是美国强生集团的创始人之一Robert Wood Johnson的孙子 Sewart Johnson没有继承家族事业 他热爱美术 36岁之前致力于油画 后来改行雕塑 特别是大型的仿真作品 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有《胜利之吻》和《玛丽莲梦露》 Sewart Johnson创建这个公园的初衷是想让雕塑从殿堂里走出来 使不同背景的人们都有机会接触到现代雕塑 更有创意的是 他决定把平面画变为3D立体雕塑 布置于自然景观之中 让人们可以真正的走入迷范 园区内可以看到很多从印象派大师的画作中引申出来的雕塑 虽然也有人批评他有抄袭的嫌疑 但我觉得这是从二维绘画到三维雕塑的一种再创作 也算得上是一种艺术 大地雕塑公园整体上就如同一个宁静园林风格的室外展览场所 自成立以来 园区已聚集了240多件作品 它们大多来自于不同的现代雕塑家 许多雕塑家将它们的艺术根源归于这里 每年都有更多的艺术家获得独特的机会 为画廊或者户外创作特定的新作品 现代雕塑艺术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相比古典雕塑的死板于约束 现代雕塑艺术追求个性化 多元化 多样化和新的表现形式 现代雕塑艺术不再为模仿论 注重对人物或自然的感觉来代替观察 用抽象来代替具象 从而赋予了雕塑作品更强烈的艺术性 现代室内外雕塑作品以金属材料居多 金属材质能够为雕塑作品提供冷峻严肃的形象特点 而且良好的延展性可以使形态更加灵活轻巧 起到带动周围气氛的作用 大地雕塑公园 还有六个室内画廊 用于展出知名艺术家和新兴艺术家的临时展览 全年提供适合所有年龄段参与的艺术教育活动 如实践研讨会 音乐会和表演 大地雕塑公园是一个公共非营利组织 每年都依靠游客 艺术家赞助 捐赠或赠款的支持 来提供丰富的节目和活动 公园里种植了数以千计的花卉与树木 有许多独特稀有的场景和落叶品种 此外 公园还修建了许多水稻和池塘 来提升户外雕塑的可观赏性 1999年 大地雕塑公园的北端建了一个高档餐厅 由Sewald Johnson亲自设计 餐厅的景观包括印象派风格的雕塑 以及荷花池和彩虹桥 餐厅的食客们品尝着法国大餐 同时置身于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绘画中 美食与美景相得益彰 大地雕塑公园和谐地将生态 自然景观与艺术融为一体 一直以来 它都是纽约近郊最受欢迎的重要景区 无论是首次前来参观 还是利用周末假日来此游玩 都是很好的选择 Sewald Johnson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商人 但是他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更重要的是 他给社会给大众留下了许多值得欣赏的艺术品 去年三月他因癌症去世 享年89岁 但人们会永远纪念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